我是一个农民 要种地 可是有时张家上会长很多小虫 不打农药 影响收成 打又犯杀戒 请开始 谈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很感悲痛的共农业 打农药问题也无非就是近百年的历史 西方人发现了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的大国 没有农药化肥 张家不是照样长得很好吗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不是照样活得活下来的吗 所以我们要思维是不是应该打农药的问题 美国有一位女科学家 等她得了癌症的时候 她写的本书叫《寂静的春天》 她在反省这个问题 就是自从西方人发现化回农药之后 农药 杀虫剂 就开始跟这些昆虫展开了持久的战争 为什么要打死这些昆虫 无非是这昆虫吃了一点粮食 实际上昆虫吃点粮食 自古以来都有的 你看我们中国人 他很厚道 昆虫也是众生 吃就让他吃一点嘛 哪怕他就吃掉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你还能够收一个百分之七十八十吗 这样跟昆虫共生 这不是很好的情况吗 现在人的自私自利就到了 你不能吃我一点 你吃我一点我就干掉你 那好吧 那你能够干掉这些昆虫吗 你也干不掉 因为这些昆虫马上就有纳妖性 变异性 当他有纳妖性的时候 你就发明更毒的荣药 去对付他 对付他 他还展开了新的纳妖 然后你就试自更毒的东西来做 这就是不断升级的 你看人类 人和人打仗 人和昆虫也在打仗 好 打到最后怎么办 实际上 伤害了昆虫 也伤害了人类自己 癌症怎么来的 原来没有那么癌症 因为你把这个昆虫 所谓杀死的时候 这些毒素也在粮食上 这些毒素也吃到了人的身体里面去 于是人的各种怪病就出来了 当你把昆虫消灭的时候 所有的鸟 都杀死了 春天本来是白鸟邪明的 充满生机的春天 就被它的喷洒 这个大量的杀虫剂 成了寂静的春天 没有一点鸟的欢歌效应 当整个春天都是寂静的时候 当整个生物链 你把多少昆虫生物都伤害了 生物链都残权不全的时候 你人类也不是死路一条吗 现在就是近百年来 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生物链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摧残 每天有几十种生物灭绝的速度 向前推进 这就是所谓人类 用所谓的科技制造的一个结果 最终人类要给自己绝下魂墓的 所以我想回到我们中国传统的 我们的农业的观念 一个农民是多么的慈悲 他热爱他的土地 土地是有灵性的 热爱这个土地的每一个昆虫 他有他生存的权利的 你给他一部分的布施 他也是回报我们的好意 我们跟昆虫共存共生 这就是最好的一条出路 所以希望你以佛弟子的身份 你就不用农药 不用农药有时候觉得 哎呀如果一点收成都没有怎么办 我想不至于到一点收成都没有 再给你教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居士 也是一个种瓜的一个农民 他也是担心他的瓜没有办法修成 但是呢他又是承包的 要交每年交多少钱 如果瓜都被害虫都搞掉了 他也没办法 所以他有个方法 你可以试试 他就用自成的心 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念大杯水 念四十九遍 念完之后 他就把这个水呢 放在喷雾气里面 然后就用这个喷雾气来撒 一边撒一边念 拿摩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最后的结果还真的很奇异出来了 他的这个地方 没有受到昆虫的伤害 收成还比那些打农药的地方 还来得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